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听安心So Good,我是安安老师,又到了每一周和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的时间了,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有关于小三的话题,最近呢,安安老师看了一个研究,觉得非常的有趣,这个研究是说呢,通常男人对于朋友的另外一半,我们指的是女性哈, 太太或者是女朋友,通常是不会产生什么兴趣的,这个兴趣的性呢,是sex的这个性,也就是说呢,朋友的另外一半,他们的太太或者是女朋友,对于男性来说,是不会有这个信息引力的,负责研究的这个生理学跟心理学的专家呢,就从一个演化的观点来探讨,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他们说呢,因为在远古的时代呢,通常男性就会形成一组一组的家庭,然后住在一起,形成一个村落,那这个村落的男性呢,就是要负责保护村落的安全,然后也要负责去外面打猎,觅食,那么因为人是群体的动物,所以男性呢,自然就集结成一个这个打猎队, 还有一个保卫队,要一同出去觅食,然后一同来负责这个保家卫国的责任,所以男性和男性之间的这个互相伙伴之间的信任关系就变得很重要,那为了要好好的生存下去,所以人类的这个身体里面自然就产生一种反应,就是不要去招惹朋友的妻子,或者是他的女朋友, 因为这样做的话呢,会破坏男性彼此的信任,那么可能我就会被这个团体踢出去,那我就没有办法在这个村落继续生存下去了,因为在远古的时代里面,包含现在,你要靠一个人的力量生存下去,是不太可能的,于是乎呢,这个生理的演化就造就,今日男性看到这个朋友的妻子,或者是女朋友,也不太会提起什么兴趣,想要去追求,或者是对他们来说,有这种性方面的吸引力, 所以呢,其实基本上就是男性朋友,好像会遵循我们中国古代说的一句话,叫做朋友妻不可惜这一件事情,那么的确我们自己想一想,身旁的案例也好,或者是朋友的例子也好,好像在这个社会里面当小三的,通常女性比男性的这个比例,好像多了很多,那这件事情呢,让我想到曾经接触过的一个个案, 她是一个事业非常成功的女性,我姑且称她为这个C小姐好了,那这个C小姐呢,她是有七年的时间,没有恋爱了,那么这七年的时间里面呢,她没有一个,比较可以正常曝光的一个恋爱关系, 因为在七年当中,她都是在做别人的小三,做别人的亲父,她的对象呢,都是有父之父,而且对方都是有老婆也有孩子的,她不是在七年里只跟同一个人,而是通常一个对象,她可能只延续了大概一到两年以后,然后她就会分手,继续找下一个对象, 然后下一个对象又重复的,还是有父之父,就这样不断的重复轮回了有七年的时间,中间换了又换,但是一直很奇怪的,就是她总是和有父之父在一起,好像每一段感情都是没有办法曝光的, 那她来找我的时候,其实她的心里面也很痛苦,她也想要一个很稳定的,可以公开的感情,她也不想要每一次长夜漫漫里面总是在等待对方今天会不会到她的家里面来找她,也不想总是在对方,她需要对方的时候,对方可能说她们今天要陪老婆陪孩子,她其实在感情里面总是觉得是委屈的, 但是呢,这样子的委屈呢,却又令她一而再,再而三的总是找有父之父,所以其实她觉得很无奈,她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我就问这个C小姐,我就说你为什么总是重复这样子的习惯,你知不知道你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行为模式呢,那么C小姐跟我说,也许是她觉得太寂寞了,所以她才会这样做吧,那么我再问深一点,我就说, 那你在这七年之前的恋爱经验又是怎么样子的呢,这时候呢,她才娓娓道来,就说她这个七年前呢,曾经有过一个刻骨铭心的恋情,那个男人是她这一生当中到目前为止最爱的一个男人,那么他们交往了大概有三四年的时间,也曾经计划过结婚, 但是有一天呢,突然有一个女性出现了,跑来跟她说,我怀了你男友的孩子,那时候她非常的震惊,也非常的痛苦,但是她说这个女的哭泣着跪下来求她,因为她说这个,她的孩子需要一个父亲,求求她把这个当时她的男友让给她,那C小姐她那时候就做了一个决定,她决定和她相爱的这个男人分手, 当然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男人的背叛,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她觉得这个女性呢,实在是很可怜,因为C小姐相对来说是一个学历或者是事业都非常成功的一个女性,那么这个来求她的呢,是在学历上面,事业上面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弱势的女性,她没有办法养活这个孩子的,所以这个孩子是需要爸爸的,所以她就毅然决然地跟这个她最相爱的这个男人分手了,那么后来呢,这个 来求她的这个女性呢,也跟她的前男友结了婚,但是后来她才发现原来这个女性呢,在骗她,其实她并没有怀孕,但是那时候目以沉皱,也已经跟她的前男友结婚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她好像就对小三这个名词呢,深恶痛绝,她非常痛恨,不单单只是这个来抢走她男友的这个女性,另外呢,她也对所有的小三都觉得非常的痛恨,她很不齿这样的, 但是说也奇怪,在那个事件的伤害之后,她自己却变成了一个小三,她开始不断地和有父之父在一起,不断地进行不论之恋,在里面痛苦,委屈,但是分手以后,下一段感情找的还是类似的人,她不知道她怎么了,所以她才来求助 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在一些心理咨询的个案身上,也会看到类似的例子 有一些女性朋友,她们做了小三以后,然后当我去问她们说,她们童年的经验,她们童年时候的家庭状况 她们通常会说,其实小时候她们的爸爸也有这个出轨 然后甚至很多都是跟妈妈离婚,然后这个女性她们必须要和自己的妈妈搬出去住,或者是成为单亲家庭的 这种的例子呢,是时有所闻 但奇怪的是,这些女性她们因为从小有这种被父亲,被判,还有出轨的这个经验 令到她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想法是,她们长大以后一定要成立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但为什么通常结果这个结论却是她们去做了小三这件事情呢 其实呢,这个在心理学上呢,我们说呢,是一种深层的信念在童年经验里面被形成了 因为在其实在这些女孩子的潜意识里面 当她们小时候看见自己的父亲,离开自己的母亲,跟着小三走掉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会有一个想法的 那个想法就是,原来小三才能够得到男人的爱 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呢,就深植在她们的潜意识里面 她们可能在意识上面,是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这样子的想法的 可能在意识上面,她们是觉得小三是很可恶的 或者是觉得我一定要拥有幸福的家庭 但是在潜意识里面,因为当她看着爸爸的身影和这个小三离去的时候 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磨缩在心里面 让她之后,随着这个潜意识的控制,成为小三而不自知 因为当她长大以后,这个潜意识里面的观念就是 当小三可以拿到男人的爱,就影响到她会想要去 在这种不伦之恋里面去得到满足和快乐 虽然她根本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 所以呢,刚刚C小姐她过来问我为什么的时候 其实从她这个七年前的那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里面 其实也是类似这样子的状况 当这个男人和这个所谓欺骗她的女人结婚 后来也是可以好好的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也许在这个C小姐的潜意识里面就也形塑了一个这样子的观念 那就是小三是可以得到幸福 甚至比原配可以更幸福的 也以至乎她之后的行为模式 就跟随着她潜意识里面的意念来走了 而她完全不自知 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好像不受控制一样 要一直继续这种小三的日子 所以呢,对于有这种信念的人来说 重新的去改写你的潜意识信念是很重要的 你必须打自心底的去告诉自己 当小三得到的幸福只是短暂的 是一时的欢快 那个寂寞被安慰的换来的是 无穷尽的内疚感和委屈感 这样的交换一点都不值得 你要学着重新去爱自己 去疼惜自己 你是值得拥有男人一份完完整整的爱 而不是那一种残缺的分剩下的爱 我要邀请你打心底告诉自己 你是有能力去获取一份完整的感情 去获取一个男人完整的爱 你绝对有这样子的本事 你绝对有这样子的能力 你也绝对有这样子的运气 当你愿意相信自己 当你愿意试着去爱自己 去看重自己的时候 安安老师相信小三情节就不再在你的生命当中作祟了 你会拥有一份非常非常幸福的感情 我们先听一首歌 带我回来 林凡的 这样爱你好可怕 什么说过分手以后要祝福大家 怎么听到你的唏嘘 我忽然惊吓 我红了眼睛黑着脸在不断讲话 你看在眼里想到什么何必问我 怎么啦 你还好吗 你的快乐与我无关 我就不快乐 我也是去继续伪装朋友的资格 我竟然希望好不够好那就好了 你说不定会因此对我一直牵挂 这个我 还值得你爱吗 我虚伪我惨悔 我嫉妒你幸福 你这个傻瓜 不要逼我说谎话 爱个人是占有 一点都不为的 我愁吻我自私 我忍了看着你 容不着他 他 他的死心 原来出于死心 我也觉得我 好可怕 咱们 双尾祝福 原来只是载耳 与我差 喊醒神话只是欲望 垂丝的挣扎 我甚至想过 万一你能开始吵架 在我们之间就能留下一条一把 这个我 还值得谁爱吗 我虚伪我惭愧 我嫉妒你幸福 你这个傻瓜 不要逼我说谎话 爱个人生占有 一点都不为他 我愁了我自私 我忍了看着你 容不像他 他的死心 原来出于死心 我也觉得我 好可怕 好可怕 我失为我惭愧 我记录你幸福 你这个傻瓜 不要陪我说谎话 爱个人生占有 一点都不为他 我愁了我自私 我忍了看着你 容不加他 她的死心 原来出于死心 我也觉得我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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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爱你 却宁愿你寂寞 像这样的爱 好可怕 好可怕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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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回到 安心So Good 我是安安老师 在上一节节目里面呢 我们讨论了小三的情节 那在这一节的节目里面呢 我们要来收听听众朋友的微信留言 我们来接听第一段 安安老师好 我有这么一个问题 我跟一个有家世的男人相爱了 但是呢我又一直跟自己说 不能破坏人家家庭 一定不要去当小三 然后为了减轻这种道德上的负罪感 我就跟别人结婚了 然后结婚之后呢 我也没想到对方可能对我一直念念不忘吧 他就跟他的老婆离婚 并且离婚之后跟我讲 他说你也离婚 我们还是在一起吧 所以其实我心里还是很爱他 但是我又觉得我不能伤害我现在的老公 那安安老师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呢 谢谢这一位听众朋友的微信留言 其实呢安安老师看见 你如果现在会有这样子的 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状况呢 你心里面对这个人是有所依恋的 你才会有这样子的反应 如果你对这个人呢 完全是像你所说的这个 你了断了和他的关系的话 你现在不会有这样子的矛盾的感觉 但是呢安安老师要先告诉你 你之前的坚持 希望你能够坚持到底 你说你以再告诫自己不要去当小三 然后为了了断和他的关系 也找了人结婚了 那么如果你现在 我们假设一个状况 如果现在你也离了婚 然后跟这个男人在一起 安老师看见 你之前会一再地告诫自己 不要去做小三 其实你内在的道德感是很强烈的 你也不希望自己背负任何的罪疚感 但是如果你这么做了 如果你真的离了婚 去跟这个男人在一起的话 安安老师相信 以你内在的道德感 你这一辈子都会很不好过 你绝对是跳入一个死胡同去 所以安安老师请你继续坚持 你以前坚持的 你以前曾经坚持不要做小三 那么你就请你继续坚持下去 不要做小三 这个不单是在道德上面的一个考量 因为安安老师看到 你是一个充满道德正义感的人 如果这样子做的话 你自己都会瞧不起你自己 对你的整个人的状态 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所以请你继续坚持下去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安安老师也要说 其实这个所谓很爱你的这个男人呢 安安老师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 他并不是真的很爱你 或者说他的爱是很自私的 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人说 这个爱不是占有 而是你能够看到对方幸福 而替他微笑 我觉得这个男人呢 其实基本上他的爱情观念 我想都是为了自己好而已 如果他真的爱你 如果他真的是无条件的去爱你的话 他应该了解你的个性 知道其实你是一个不愿意去背弃任何人的人 也不愿意去伤害任何人的人 他应该站在你的角度替你设想 然后远远的去祝福你 而不是好像要强拉你跳入一个你不想跳入的地方 所以安安老师真的奉劝你远离这个男人 并且继续坚持你原本的坚持 相信这样子对你来说是会比较健康的一个决定 那么我们继续接听下一段的微信留言 安安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你 就是我有一个男性朋友 然后呢他在做别人的第三者 然后呢我就一直劝他说 不要这样破坏别人的感情 这样不对 然后甚至都跟他快吵起来了 可他就怎么劝都不听 我就非常的生气 但是呢同时我又很纠结的是 我有一个女性朋友 他也在做别人的小三 但是呢我对他就比较宽容 也没有说你一定要跟别人分手啊 就是说你重于自己的感情就好了 我这样是不是算有性别歧视啊 我该怎么办呢 谢谢这一位听众朋友的微信留言啊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有趣啊 你觉得自己在这个问题上面有性别歧视 但是呢如果就我们心理学的专业角度来看呢 其实这件事情呢 反而是反映了你的这个内在状况 你内在的心理状况 怎么说呢 也许这一件事情呢 触动了你的一些伤口 所以令到你会反映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安安老师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有一些人呢看到个性比较强势的人 他们就会特别特别的反感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人可能并不会这样子反映的 那如果你去问一问这些人 为什么他们对这个个性强势的人特别特别的反感 可能他们一时也说不上来为什么 他们会说我不知道 我就是讨厌 但如果你再仔细的去问他们以前的经验 你会发现可能这些人呢 在童年的时候 可能受过一些伤 或者是在以往的经验里面呢 受过一些苦 这些苦 这些伤 来自的对象 都是那一些很强势的人 也因此呢 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造成一个影响就是 以后碰到强势的人 他们就会很讨厌 那安安老师觉得呢 也许你所谓的性别歧视 并不是真的性别歧视 你可以试着回想一下 是不是也许在你的经验里面 曾经被男性背叛过 我要讲的不只是感情方面 也许可能你小时候 被男性的同学背叛过的这个经验 然后那个经验呢 等到我们长大以后 这个潜仓在潜意识里面的种子呢 它已经长出 发出芽 长出树来了 它就会扩散到其他的领域 其他的层面去 因此影响到可能你对男性背叛 类似的事件 就会有一个很敏感的反应 也许在你以前不舒服的感觉 被背叛的感觉 是来自于男性的 也令到你 只要长大以后 遇到类似的男性 不论他在哪一个方面是背叛的 你都会觉得很不舒服 但是因为女性 你没有这种被伤害的经验 你没有过往的这种 不舒服的感觉 所以你就不会把它所谓 类化到其他的领域上面去 所以呢 所谓的性别其实是一个社会学的议题 但是安安老师现在要你看的 反而是一个心里面的探索 你可以去想想看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状况哦 那么安安老师呢 也想问问各位听众朋友 你们的生活里面 会不会碰到类似的状况 就是呢 有某一件事呢 特别挑动你们的神经 可能这件事情呢 对于旁人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但是呢 只要碰到你身上 你就好像触电一样的跳起来 其实这个可能就关乎我们以往呢 受伤的经验 当我们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我们又该怎么样去面对呢 其实呢 是很简单的 安安老师在这边教你一个秘诀 这个秘诀呢 有四句口号 我相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过了 听起来是一个老生常谈 不过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那就是面对他 接纳他 处理他 放下他 面对 接纳 处理 放下 这个面对呢 就代表的是 你愿意重新的去面对 你过往的这个伤痛的经验 也许是类似这个听众朋友 他说 当他遇到这个男性背叛的时候 他就会非常的恼怒 那他愿意重新去面对 也许他小时候 或者是过往经验里面 被男性背叛的这个事件 他愿意重新的去看他原本的这个伤口 这个伤口可能从来没有被处理过 但他现在愿意开始去处理它 这是一个面对的态度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要去接纳这个伤口的存在 你要接纳自己会有各式各样不好的感觉 你可能会生气 你可能会委屈 你可能会伤心 你可能会难过 但没有关系 你接纳你自己会有各式各样的情绪反应 你不需要拒绝的 我自己怎么可以有这样子的反应 或者是我不想要有这样子的反应 想要去逃开 不需要的 你只需要去接纳这些都是人的 自然的正常的反应 接纳自己的情绪 接下来呢 就是去处理 怎么样去处理我们的这个情绪呢 其实呢 处理起的就是把未完成的事情 完成它 英文上我们说就是complete 怎么样了结呢 要由你自己来决定 可能你心里面有很多话 对于这个曾经伤害过你的这个人 你没有讲出来的 你可能有很多的愤怒在里面 你有很多 你觉得他有做不对的地方 你从来没有告诉对方 那么 鼓励你去说 或者是你觉得这些事情已经试过境迁 对方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那么 你能做的就是 原谅对方 原谅他曾经做的错事 原谅他也是一个软弱的人 曾经这样子伤害过你 原谅也是一个处理的方法 总之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做的处理方法 去了结这件事情 最后一步呢 就是去放下 放下的英文呢 是let go 就是让他走的意思 当我们做了前面的三个步骤 当我们把这件事情 已经可以告一个段落 告一个终结的时候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很容易 就是放手 放手让他走 有时候呢 有一些听众朋友或者是有一些个案会来问我 他说 安老师我觉得放手好难哦 我很努力的想要放手 但是都做不到 怎么办呢 其实呢 放手就像是 你的手上拿着一个很沉重的东西 你很努力很努力的想要放手 其实是不必要的 你只需要很轻松的把手打开 那个东西自然而然就掉落了 自然而然就不在你的生命里面 对你造成沉重的负担 放手就是这么轻松 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当然 我们说的这个四个步骤 并不是一次就完成了 你可能每做一次 面对 接纳 处理 放下之后 过了一阵子 你又开始回想起这件事情 你的心中依然充满情绪 或者甚至像这位听众朋友一样 可能你做完了一次这个处理以后 你下次看到类似的状况 看到男性又背叛的状况 你突然发现自己又开始无名活气了 不过没有关系 请你再一次的提醒自己 你的那个伤口还没有完全好 所以需要被再一次的处理 就再一次的面对它 接纳它 处理它 放下它 一次又一次的练习 那个伤口就会愈合得越来越好 越来越快 然后有一天 你会发现自己再一次的看到男性朋友 背叛的行为 你好像不再有那么大的反应了 那就表示你的伤口好了 我们进一首歌 待会回来 严缺的 暂时的男朋友 我跟你说 分手不是个尽头 踏出头 这么软到你难过 多啰嗦 多少人都只会说 没有任何认真听你说 你需要一个人陪你痛哭 不需要每个人的加关注 或随时投入你感情节奏 随时给你场外的元首 如果你还没死心对你的欠难忧 我等你继续逃 我愿做你的篮板球 我愿意当你感情节奏 我愿意当你的蓝板球 当你更残层的男朋友 只要你需要我陪你过 不怕别人怎么看怎么说 我愿意当你的蓝板球 当你更残层的男朋友 不让你如一秒钟寂寞 我要填满你的现在 莫排出今后 这为何幸福没有停太久 下为何还可以重新来过 不一定不一定 不一定你要选我 可是我会比你更执着 如果你还没死心对你的欠难忧 我等你继续逃 我愿做你的蓝板球 我愿意当你的蓝板球 当你更残层的男朋友 只要你需要我陪你过 不怕别人怎么看怎么说 我愿意当你的蓝板球 当你更残层的男朋友 不让你如一秒钟寂寞 我要填满你的现在 不怕出今后 我愿意当你的蓝板球 当你更残层的男朋友 只要你需要我陪你过 不怕别人怎么看怎么说 我愿意当你的蓝板球 当你更残层的男朋友 你不需要再寂寞 我又填满你的现在 可以游到最后 我愿意当你的蓝板球 我愿意当你的蓝板球 当你更残层的男朋友 只要你需要我陪你过 不让你在寂寞 不怕别人怎么看怎么说 Abon管友 不怕别人怎么看抹 都要改变 不怕别人 Bin